流年小玉花 真正尽然花 嗨 大家好 我是龙小葵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的花鸟风月游戏实况的第三期 好 然后我们来读一下档啊 我们上次是到了这个魔戒了 这里灵气暴力 还有魔物蠢蠢欲动十分危险 一路踏进魔宫后 里被安排进其中的偏殿 哎哟 这环境不错嘛 这什么 好像昏房有没有 你看这红色的杖子 还有红色的丑子 魔戒建筑华贵神秘 你刚入寝殿 便听得一阵脚步声 这是婢女吗 婢女都长得这么好看 奴婢谈奴 以后照顾天女的饮食起居 一位绿衣的清冷女子 哦 清冷 那不能是刚才那种声音 要清冷 不必多礼 快起来 你叫我封灵就好 淡淡地看你一眼 还有啊 她还对我爱搭不理 奴婢不敢 天女若有吩咐 就叫奴婢去办 就应该这种很清冷 没有灵魂的 那奴婢一脸 无紧无波 你心中不由杂舌 魔戒的 魔戒的是不是 每一个都和那个魔尊 一个样子 说完 奴婢缓缓退下 你顿生疑惑 你不用在一旁盯着我吗 魔尊吩咐 天女可以在宫中随意走动 看来迟笑 并不打算派人把守 不过 魔戒险恶 神圣又带着那个GPS 不能轻举妄动 那家伙 就是看准了这样吧 到底怎样才能逃走呢 你心中又急又慌 如同一团乱麻 天女还有什么吩咐吗 还有什么吩咐吗 打听赤销 打听魔宫 无视 这是很好的一个打听的机会 我们不能错过是吧 咱们要逃走的话 首先得打听魔宫 我们先得把路线 给顺了了 是不是 打听魔宫 中央大宫为万魔宫 乃是商议大事之处 居东的赤火殿 是魔尊的寝宫 九幽殿为偏殿 居西的绝天牙 为魔尊修炼之处 是为禁地 天女还有什么吩咐吗 完了我一个都没记住 打听赤销 你们魔尊现在何处 魔尊正在万魔宫 宴请魔君将士 天女还有什么吩咐吗 没了 记住啊 她现在在万魔宫 问她现在在哪 可能就是我们要去找她 我没事了 没事了 你先退下吧 她弄走后 你看着窗外思索不定 魔界是涌夜的 暗色的天空 如同你此时的心境 好惨哪 他们这都没有太阳嘛 晒不到太阳 不会缺该嘛 还有那位 还有哪位穿越前辈 似你这般倒霉 出师未竭 身先死 突然怀中一动 一声轻轻的鸣叫响起 刘儿 蓝色的鹦鹉有些 什么什么的拍了拍翅膀 飞到你的手上 似乎 她从近魔界开始 就无精打采的 一路上风雪交加 也十分疲惫 累了吗 那你便在这里 休息一下吧 你把她轻轻放在床铺上 刘儿舒服地打了个滚 眼里眼翅膀 似是要休息了 你玩耳一笑 这小家伙倒是无忧无虑 你忧心忡忡 根本无心安睡 时辰尚早 不如我出去走走 去哪儿呢 肯定是去那个万魔宫嘛 都知道她在万魔宫了 对吧 我有三次踩地图的机会 三次 我先存个档 我有三次行动机会 我 我去万魔宫 你踏入宫殿中 混进人群 并未引起注目 只见大殿之上 光愁交错 丝竹悦耳 一位美丽的魔族女子 在殿前献舞 哎哟 小姐姐你好呀 只见她 媚眼如丝 柳腰摇摆 风情万种 你看了 也不禁吞口水 一舞弊 满座皆是掌声 好 赤影统领的妹妹 哦 她是赤影的妹妹 赤影就是那个之前 一起来抓咱们走的 那个男的 她叫 她叫香龙 香龙献 等等 我想想啊 妖娆 香龙献丑了 祝愿魔尊 大拜天界 一统三界 说完 那妩媚魔女 期待地 看上大殿之上 轻目之意 女儿心思 异于眼表 哦 她喜欢那个谁 她喜欢魔尊 你这才看到 那万人之上的魔尊 高傲地坐在王座之上 瓶泥众生 身影却看起来 孤独地可怕 心不在焉 赏 闻言香龙 掩盖不住的失望 见了里边退下了 四周轻声地议论起来 嘿嘿嘿 你听说了吗 香龙可是魔尊 数一数二的美人了 是吧 也入不了魔尊的眼呢 是吧 刚才那个谁啊 表演的什么 九连副统领 阎武似乎还夸奖的 更多呢 魔尊将来不在意 儿女情长 心中只有一同 三界的八业 九连百年前 那位妖女 也是因为什么 因为通天本领 才被魔尊看重 明白了吧 魔尊他不喜欢那种 什么能歌善舞啥 他觉得没有用 他就喜欢那种 骁勇善战的 可以帮他 攻下天界的那种 三日之后 便是吴直上九重 踏碎灵霄之时 今日而等 尽情享乐 什么 三日后就要攻打天界 李文言心中一级 险些推倒旁边的酒杯 丑花 糟了 被发现了 顿时 持下目光 如具地看向你 一向 而一众魔族 也纷纷目光 扫向你 哪来的小花精 听说魔尊 此次去人间 带回了一个花精 许就是他 不过法力如此低微 怎会得到魔尊垂青 原来是魔尊的贵客 等得从未见过 我一直在九幽殿中 此言一出 顿时魔族接 倒抽冷气 是这样吗 言算一遍 九幽殿 魔尊终于开始收纳后宫了吗 后宫 你闻言顿时觉得 被无数女子的目光 给刺成了刺猬 迟消干什么 把自己丢到他的后宫里 这家伙 纯确是给自己找麻烦 咬牙要咬牙切齿 来得这样迟 想必 一定为今日的盛宴 准备许久了 不知你要献上什么节目 以公众魔尊大劫啊 香龙 香龙地朝你对准了矛头 什么节目 咱从小五音不全 懒挨晚期 什么都不会 没事 我帮你 我五音全 一顿时六神无主地 朝赤箫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他微微挑眉 似乎 哎呀 他要看我出丑 他不帮我 九连要帮我 九连姐姐是好人 香妹妹许是误会了 这位并非是魔尊的客人 不过是一个天界仙子转世 魔尊留之有用 想来他根本没有准备什么节目 哦 原来是天界之人 那今日更该现意 一阵我魔界大军升威 莫非 莫非九连姐姐怕她抢了你的风头 你竟敢欺负我九连姐姐 哼 九连姐姐 我来替你报仇 看来是非要比你表演节目不可 给心中一鸣 目光 炯炯 是 灼灼 目光灼灼 看向电商 只有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自己从来不曾学过什么才艺 要他刮目相看的话 我们就胸口碎大石吧 我当然准备了节目 我要表演的是比利器 就你还比利器 小哥 你这细胳膊细腿的 怎么比利器 你一语记出 满座揭笑 三拳打死我子 有人说三拳打死我子 乱拳打死老师傅吗 这位姑娘莫不是在玩笑 就凭你那细胳 他跟我想的一样 就你那细胳膊细腿的 还想比利器 就连我 魔戒 一个智儿 也能胜得过你 顿时四下附和 你不以为意 我要挑战的是赤影统领 顿时众人皆不可思议地看向你 你心中也有些紧张 暗暗祈祷 这些魔戒的人 最好人体构造不要太离谱 赤影 属下在 你且陪他比一比 吴倒是要看看他有什么把戏 是 赤影走下殿前 与你站在殿中央 有些无奈又不相信地看着你 不知天女要如何比 以微微一笑 不知魔戒中人 是如何评判力气大 若我一个手指头 就能让统领站不起身来 算不算力气大 赤影神色微变 有些不悦 四周魔族也纷纷到大言不惭 香龙更是一脸嘲笑 就凭你 也敢挑战我哥哥 赤影神色不变 微微点了点头 答道 若真如天女所言 自然算天女胜 那就请统领先坐下 双脚端坐 可否 自然可以 赤影微微疑惑地 一眼坐下 你紧张地靠近他 心跳都有些加速 成败可就在此一举了 端坐在大殿上的赤箫 也微微宁萌 对准了赤影的额头 你缓缓伸出一根手指 牢牢地按住 赤影神色微露疑惑 天女准备好了吗 已经可以了 统领可以试试能否站起 赤影顿时毫不犹豫地发力 可是一动之下 却是丝毫未起 不由神色大变 再尝试了 藏试了 四十四十十 再尝试了几次 尖是如此 赤影沉稳地脸上 有些着急 站起来啊 哥哥 香龙见状也有些惊急 刺下一论纷纷 端坐在殿上的赤箫 不急不徐地开口道 你已经输了 赤影 顿时满座哗然 皆是不可置信 赤影闭了闭眼道 是我输了 是我输了 哥哥 你看 哼 让你刚才瞧不起我 打脸了吧 香龙叫道 一旁的酒帘也惊讶地看向你 你终于放下心来 松开手玩耳一笑 幸好这个现代只知道 小把戏还管用 人在起身的时候 会有向前用力的动作 如果用不了力 就站不起来了 你收回手后 赤影立即站了起来 有些迷惑地摸了摸额头 你们回头也可以试一下 就比如说你坐着 然后别人戳着你的额头 你是不是就站不起来了 赤箫咪了咪 腰异的铜 却是难得地露出了一丝性味 刺座 工人们搬来位子 正摆在赤箫身边 一顿时一机灵 一机灵一机灵 是小姐你久久不做 狭长眼眸 扫你一眼 似有警告一位 你顿时一屁股坐下 伸头一刀缩头一刀 眼下还是乖乖地听话 众魔族皆惊讶地看着 长久孤家滚 人的魔尊身边 多了一位姿色平平的小花精 不过怎么看 这画面都不相称 怎么就姿色平平了 我们长得挺好看的 这顿饭吃得你心惊胆战 众魔族的柱目里 和年轻的魔族姑娘 记恨眼刀 让你脖子都快缩没了 半君如半虎 古人成不欺我 眼下该去哪呢 我不知道该去哪 先存得到 嗯 存在这 我想想啊 咱们刚才去了万魔宫 如果现在还去万魔宫的话 肯定没人了 对吧 然后 赤火店 九优 九优店是咱们住的地方 对吧 然后 赤火店是他住的地方 咱们去哪啊 公平的小伙伴们 你们说说咱们去哪 然后绝天崖是他练功的地方 去绝天崖干啥 咱们跳崖吗 反正万魔宫咱们去过了 咱们就在赤火店和九优店 选一个吧 去近地 去近地会死吧 我觉得 九优是自己 咱们自己住的地方 这样 赤火店 抠一 九优店 抠二 绝天崖 抠三 去住的地方 也危险 哇 去那 去近地 不更危险 其实 其实我想 最危险的地方 其实应该是 魔尊住的地方 对吧 他死也想不到 我会去他 我会去他家里 哈哈 二 三 二 九优店 咱们自己家 去近地 死了 这集就结束 我看几点了 真的 真的 差不多快二十分钟了 我们去绝天崖看看 你刚 完了 完了 我要死了 你刚靠近绝天崖 守卫便上前阻拦 此处是魔尊修炼的禁地 没有魔尊命令 禁止入内 看来这好先回去了 完了 咱们浪费了一次机会 咱们浪费了一次机会 那咱们这样吧 这期 这期啊 差不多快二十分钟了 咱们这期先到这 然后我们等一下呢 接下来就是 录下一期 好吧 然后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这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